我創作这本《不想着入的房间》的契机 其实就是因为之前疫情 大家都过得不开心 积住了很多不开心的情绪 又不知道跟谁聊天 甚至你跟人说的时候 他就只会跟你说 你不要这么开心 或者你不要哭 其实也帮不了一件事 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会本书》 希望可以帮到读者 如何处理一些负面的情绪 当没有人的时候 就如何可以自救 我用房间来做背景 是因为之前看一些电视节目 讲关于垃圾屋 我看到这些场景就觉得很震撼 而且因为其实每个人家里都有房间 这些房间就是可以收到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 其实就跟自己内心深处 积累一些不开心 其实就很相似 所以我就想划他下来 我觉得《不想着入的房间》里面 原来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这一页 这个女孩入房的画面 第一就很梦幻 而且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积累在这个房间里面 完全是代表到情绪爆煲的状态 到我画完这幅画的时候 我就发现原来我的心里面就是这样的 我画完之后 其实我有种释怀的感觉 这次找音乐界的朋友 去和我这本汇本甲 是因为其实我画书的时候 我都会经常听歌的 例如我画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我就会听一些悲惨的歌 于是我就发觉 原来音乐和策划都很相似 其实它们都是一些 表达情绪的一种媒介 那我既然这本《不想着入的房间》 是讲情绪的问题 那我就觉得和音乐很相似 那跟团体谈过 其实就想将这个绘本的内容实体化 就发觉如果用元宇宙 这个虚拟房间 它不用登记 又不受这个空间和地域限制 所有人就可以没有任何顾虑 就将自己的不开心的东西放在房间里面 我希望《不想着入的房间》这本书 可以告诉别人 第一就是 It is ok to be not ok 你可以不开心的 你不要收藏自己的情绪 你要接受自己的不开心 你要面对这些不开心 假如你面对不了 你就可以想起你的亲人 他们都会给你力量 第二就是 就算你没有其他人可以跟你谈谈 你自己都要支持自己 多些和自己聊天 你不开心的情绪就可以舒缓下来 请不要赶紧